曾在台湾问题上最大受益点原因是什么呢? 军队的人 你别看曾没管军队 他海生在军队 张大业管军队 但是曾在军国军队上的建设 包括不让做生意 包括科技新军最早不是 是曾提出来的 包括你像陈炳德总参谋长 那是曾家百分之百的 包括梁光烈百分之百的 梁光烈的儿子梁军做生意 曾经红曾经给他私下说过 你儿子做生意将毁掉大事 当时梁光烈 张万年 还有这个陈炳德 这都是他的人 像熊光烈是百分之百的增加走狗 但是这些人在军队的根 那比你习强不知道多少万呗 那二部 那你说哪个二部三部 哪个不是增加的 所以关键时候 这人会站在正义园 而且这人全忽悠习 而且习觉得自己很行 他弟弟远平觉得跟军队的行 根本不行 所以说这次 对曾对江 绝对是大赢的 而这种赢不会是表面 你们看到的任职啊 权力啊 还是常委 不会的 是一秒钟的巨别 就像抓四人帮一样 四人帮想 想把邓小平抓了呢 他没有想到 有叶家出来 那叶剑英是大人物 叶剑英 王振 陈云 是吧 还有宋平 把四人帮给办了 他不办 四人帮就把他们给办了 那华国锋的蠢蠢欲动 最后这才是一系列的积怨嘛 啥不叫六四啊 就是政治互相报复 所以说很有力 很有力 内部绝对是增加斗争 对增加有力 绝对啊 也没有上上快扯到 他一直就在我们控制之中 快扯到 大家就在一再说 是不是打开第三道大门了 快扯到了 不是 还没到 第三道大门 那个门打开啊 现在在开当中 还没有打开 应该说 在大之中还没开 过几天 过几天 你看到行动 大概在8月21号之前 8月21号之前 你们会感受到 门可能会开 打再开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